第五章 我们就介绍Laplace方程师的应用 就是用Laplace方程师来解电位 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我们看一维的Laplace方程 一维的 看这个问题 假定我们有两个平行板 导体 导体平行板 它相距是低远 都是无限大的面积 面积无限大 一个维持在D等于0 Potential等于0 一个维持在Potential等于V0 我们现在要用Laplace equation 求两个导体之间的电位函数 跟电场函数 它现在指定用Laplace equation 那我们就看Laplace equation 是Laplace V等于0 那现在我们这个状况 我们就使用迪卡尔坐标比较方便 因为这个是X周 那么它的电位 只跟X有关系 你在X等于0的地方 不管你的Y多远 不管你的Z在哪里 电位都是0 但是X变到D的时候 但是X变到D的时候 那么也是不管你X Y在哪里 Z在哪里 电位都是V0 因此在Potential 就仅仅是X的函数 仅仅是X的函数 那么我们刚刚那个三项 就变成只有一项了 因为V对Y做偏微分是0 对Z做偏微分也是0 我们把这个式子 因为D平方V over dx等于0 那就是DV over dx等于C1 一个常数 它再微分就是0 C微分就是0 再积分一次 这就得V等于C1X加C2 它有两个积分常数 这两个积分常数 我们就要用边界条件来决定 这边界条件就是 在X等于0的地方 V等于0 V等于0 在X等于D的地方 V等于V0 我们把这两个带进去 X等于0的地方 V等于V0 V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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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带进去就是这一下 就变成C2 所以C2一定是0 再把X用D带进去 V等于VD V3 V3 V2 V4 V2 就变成V0 over D 这就是电场函数 这个最简单了 好 我们再看 有一根同轴的电缆线 这个是导体 这也是导体 内导体半径是A 外导体壳半径是B 同轴的电缆线 那就是说这个当中是绝缘的 这两个是导体 导体圆柱壳 那现在我们要求 这两个导体圆柱壳之间 任何一点的电位函数 跟电场函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 Laplace V等于0 我们就看 现在我们要用什么坐标 来做这个问题比较方便呢 因为它是个圆柱体 我们就可以用上面的位置 等于 Laplace equation是等于这个 可是我们看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圆柱体 所以这个导体的 你看它整个电位是V0 只要你半径是A的地方 电位就是V0 不管你的φ是在什么地方 不管你的Z是在什么地方 都是V0 因此V就跟什么有关 跟半径有关 你看半径一旦变成B的时候 也不管你的φ是多少 Z是多少 potential都是V0 所以我们就知道 V仅仅是Row的函数 那这样的话 这三项里头 只有这一项存在 那就是它要等于0 这个等于0的时候 那就表示 这个值是一个常数 那就Row parsalV over partialRow 那等于C1常数 然后把Row除过来 两端再积分 两端积分 这个错误 这个Row不要 这边就是V 就是DV的 这边就是DV的积分 所以这个是个错的 就是DV的积分 写错了 这个写错了 然后就是VRow 这DV积分就是V嘛 要等于这个 C1Row分之DRow积分 就是Nature logarithm Row 然后再加个积分 常数 那么我们现在 有两个常数 这两个常数 我们就用边界条件来决定 当Row等于A的时候 这个是等于V0 当Row等于B的时候 这个是0 就这两个方程式 由这两个方程式 我们解除 C1跟C2 C1等于这个 C2等于这个 你把这两个 减一减嘛 你把这个式子 减这个式子嘛 就是Log B over A C1乘Log B over A 那等于负V0 所以C1就等于这个 C1再带回来 再带回来 我们就等于 就解除 C2等于这个 解除来以后 我们把C1C2带到这里 C1C2 带到这个里头去 就得 电位函数 是等于这两项之合 这C1 这C2 那我们都可以把 共同项提出来 那就变成Log B over 减到Log Rho 就变成这个字 这是电位函数 那电场函数呢 我们就用这个关系式 这关系式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再的使用 那它的gradient 就是负的 Rho的方向 Parsure V Over Parture Rho 那这个 这个时候V 我们用这两项比较方便 因为这项是常数嘛 对Rho做偏微分就是零了 只有这个 这个Rho偏微分 它把这变成Rho分之一 所以它就是Rho Natural Logarism B over A 分之V0 这是电位函数 这很简单 好 现在我们看 一根带有电荷的 无线长圆柱导体 搬进Rho 表面电荷是这个 是Sigma 求距离走Rho远之处的电位 这个是一个圆柱导体 无线长 它表面有电荷密度是Rho 现在求距离走Rho远之处 有个P点 它的电位是多少 这个圆柱的半径是Rho0 它现在指定 我们用Laplace equation 那我们当然就用圆柱 坐标的Laplace equation 我们看它这个电荷的分布 是圆柱状的对称 所以它在外面产生的电荷 跟Five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对轴对称 跟Five没关系 然后整个长度都是 上面的电荷密度都是常数 所以它跟Z也没有关系 你在哪里也没有关系 那么就说你这一点 你在这里还是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都没有关系 这个都一样 这一点的电荷都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 V仅仅是Rho的函数 你Rho改变了就不一样了 你同一个Rho 你Five在哪里没有关系 同一个Rho 你Z在哪里 指都没有变 所以V仅仅是Rho的函数 跟Five与Z无关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Laplace equation 写成这个样子 这就跟我们刚刚那个一样 这个等于常数 又来了 这个奇怪 这不是这样子 这就是 这就是DV 这个我们就写成DV就好了 DV就好了 DV 7分就是V V Rho 等于这两个 这跟刚刚那个一样 C1 C2用 边界条件来决定 现在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呢 刚刚那个边界条件是他规定好的 对不对 那现在他没有规定了 那么我们就 就回想一下 以前我们讲过 一个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它的电位 你不可以设它 在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等于零 不可以 因为这样子的话 有限远的地方的电位呢 通通变成无穷大了 我们记得这件事 那我们就设 圆柱表面的电位等于零 这是导体嘛 导体 它是一个等位体 也是个等位面 所以我们设 表面 就是Rho等于Rho零的时候 电位等于零 Rho等于Rho零的时候 Rho零 这个是零 内部呢 圆柱体的内部 就是Rho小于Rho零的时候 也是零啊 因为它是等位体啊 所以当Rho等Rho零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结果 所以C2呢 要等于C1 FuC1的Rho NaturalRho零 好 外面 里面都是零了 外面 我们看高斯定律 有高斯定律 我们知道导体表面 导体表面的电场 都是圆柱的方向 圆着Rho的方向 这个是什么 因为导体表面的电场 它是等于EN Sigma over Y0 现在EN就是Rho Univector 就是Rho Univector 所以 我们就知道表面上是这个东西 表面上是这个 好 我们就用刚刚那个V 刚刚那个V是任何一点的V 外面任何一点的V 好 那么这一点的V 外面任何一点的电场 就用Fu的Gradient的V 这个 结果就是这个东西 这是外面任何一点的 可是当Rho去表面的时候 这两个要相等 这就是它的一个边界条件 这个边界条件 我们就是用设定这个等于零 然后这个表面电场 跟表面电荷密度 有这个关系 好 这两个数字相等 就得C1等于这个 所以C1等于这个以后 C2我们就求出来了 C2就是这个字 因为C2等于负的这个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记得 这个时候 我们用的边界条件 一个是表面的电位 我们设定它等于零 一个就是表面的电场 跟表面电荷的关系 好 这两个求出来了 我们把它带到 这个式子里头去 我们就对V等于这个 好 C1带进来 C2带进来 就变成这个 那么 求电位呢 我们看这个 因为Sigma 是表面电荷密度 我们说这个Lamina 是什么呢 是单位长度 单位长度 有多少电荷 好 这个是等于 它的周长 OK Lamina就是 我一个单位长度 一个长度 一公尺有多长 而Sigma呢 是表面电荷密度 通常是指 它每一个平方公尺 有多少电荷 每一个平方公尺 有多少电荷 这个是单位长度 有多少啊 就是我一公尺 一公尺的长度 Lamina是这个东西 好 那我再被这个 那我再被这个 这个来除 二拍 或者我们说 这个是等于什么 这个是等于 每一个平方公尺 有多少 这是面积啊 单位面积 有多少 我现在乘上一个 乘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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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拍 乘上一个 乘上这个宽度 乘上这个宽度 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单位长度 有多少 因为它这个是 比如说我 有个长度 有个宽度 它的宽度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嘛 二拍 它是一个环状的 环状的 那我们把这个 表面电荷密度 用长度的电荷密度 的关系 带到这个里头去 好 所以 它的potential rho就等于这个 potential rho就等于 这个东西 ok 记得这个是 表面电荷密度 是coulomb per meter square 因为我们电场 要用这个东西 那么 通常一个 无限长的一个导体 它的表面电荷 我们通常是用 单位长度 有多少库轮 是用这个来带 所以potential 我们就化成这个 化成这个以后 我们再来求它的 电位 如果要求任何一点的 电场呢 那其实你就可以把 c1带进来就好了 c1的值带进来就好了 要不然你就把这个用 e等于负gradient的v来带进来 你就直接用这个 因为你用这个 你还是要画这个东西 我们就用 e等于负gradient的v 这等于负负得正 这个对row来做偏微分 对row来做偏微分 那你就可以得到任何一点的电场 这个那就各位自己去做一下 好 现在我们求这个 内外球壳分别为a跟b 两个球壳 同性球壳 内球壳电位是v0 外球壳是0 由laplast equation 求两个球壳之间的 电位函数跟电场函数 那我们laplast equation 就用球坐标 因为这个都是对称的 这个v0整个都是v0 这个整个球面都是0 不管你θ5是多少 θ是多少不管 只要你半径是b就是v0 半径是a就是 半径vb就是v0 半径vav就是v0 所以它只跟半径r有关 跟这个没关 所以那就这一项要等于常数了 对不对 这个等于常数的话 我们两边微分 积分 那就变成这个 那我们再把c1c2用边界条件求出来 你就知道它的vr是多少 好 好 边界条件 就是r等于a的时候是v0 2等于b的时候是0 带到这里头去 2等于a的时候 2等于b的时候v0 解除c1是这个 c2是这个 那把这两个值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我们就得到 电位函数等于这个 那电场函数呢 就等于负的gradient的v啊 你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第二座片微分就是这个 电场函数 这个都很简单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里有一个 两个楔形的 就一个楔形的电容器 但这两个是绝缘 这面积很大 都是无限 我们说就是 从这里开始算好了 这个半无限大 这个上下也是无限大 求这个两个板中间 中间这个位置的电位函数 跟电场函数 那这个我们用什么坐标呢 用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那我们看这个 这都是无穷大 无穷大 在这个面上面 不管你的z是多少 不管它fi是几度 不管 那么 只要是 不是fi是这个 fi等于零度的时候 比如说这是零度 它就是零 不管你z是多少 ro是多少 你延伸到无穷远 延伸到无穷远 z也是上面无穷远 下面也是无穷远 都没有关系 只跟fi有关 fi等于零的时候 v就是零 fi等于β的时候 就是v0 所以我们知道 v仅仅跟fi有关 跟ro与z无关 所以我们就只取这一项 因为这个都是零了 这个等于零 那就是什么 partial v over partial phi 等于constant 就是dv over d phi 等待 因为它只是fi的函数 等于constant 再积分一次 那就是v 是phi的函数 它是c1 phi 加c2 那你现在把 边界条件带进去 就是 phi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零 phi等于β它是v0 带到这里 那这个是零的时候 它是零 那就c2等于零 它等于β的时候 它等于v0 就是这个 因为c2已经是零了 所以c1就等于这个 所以c1是这个 c2是这个 那把c1 c2带到 这个式子里头来 我们就得potential是这个词 然后它的电场呢 要记得这里要 这里要一个 rho分之一 不要忘记 rho分之一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ho 边微分就变成这个 ok 我们再看 这个例题 这里有两个圆锥面 这个圆锥面 这个面上面 这个面呢 它的缘 这个角是c2 v的于零 这个圆锥 这个面 这个角是c1 v的于零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两个圆锥面 中间的任何位置 它的电位函数 与电场函数 那这个题目 我们要用什么 要用 球坐标 因为它有c2 有5 有r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面啊 c2等于c1 不管你的5在哪里 不管你的r在哪里 因为这个都延伸到 无穷远了 它都是v0 假如你的这个c变成c2 也不管你的5是多少 r是多少 电位都是v等于零 所以它就是电位 只跟c有关 跟这个跟这个无关 v就等于这个东西 我希望你们在家里做c题的时候 这个写错了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la plus v 这是la plus v 你把la plus equation 全部写出来 因为我在这里 天府有限 所以我就是 就写这个 这是la plus v 这个写错了 la plus v la plus v 等于这个 等于零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下 因为这个等于零 这个就等于常数 然后把3c它除过来 两边再继分 它就变成 变成这个 这个 这个是积分表上告诉你 它等于natural logarithm tangent to 2分之θ 然后再加一个常数 把这个边界条件 带到这个十字里头来 当这个θ1的时候 只是v0 这个θ2的时候 这个就是零 从这里我们可以解 θ1等于这个 θ2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θ2等于θ1 再乘上这个 这个就在它的分子 然后把θ1 θ2带到这个十字 带到这个十字里头来 我们就得v 电位函数是这个 v0提出来 里头两个 natural logarithm 就是减 相减 就变成这个值 然后 然后你可以求它的电场 电场 你把这个写出来 把刚刚那个potential v 对θ做偏微分 做偏微分 那么我们可以 刚刚那一项没有写出来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这个 这个 不是这个 v 对这个 r分之一 乘上 partial v 那就是这个是常数提出来 就微分这个 这个可以看成两项 就是logger 二分之 tent zeta 减到logger 二分之 tent zeta2 因为它对 θ做偏微分 这个是常数 所以你只要微分这一项就好了 好 所以微分了一项 那个微分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 二r 撑到这里来 撑到这里来 然后 再把这个柿子 这个柿子 我们可以把它 变成 d 二分之 tent zeta over d zeta 就是 可以变成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变成这个字 然后呢 看看 等等 这个 这就是 刚刚那个 这个式子应该写在这个前面 大概不晓得怎么弄错了 这个式子应该在这里 应该在这里 就是这个积分就是 五一分就是这个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从这里下来 就是从这里下来 那我们可以把它 化成 二r log ten log这个 分子 secand平方这个东西 好 那么 那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答案 它的电场就是那个 好 内向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好 电场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顺序有点 搞错了 大概 我当中改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弄好 这项应该是 现在这里 才等于这项 才等于这项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一维的我们介绍完毕了 一维的 总共算起来都蛮简单的了 二维的就比较麻烦了 二维三维就很麻烦 比如说迪克尔坐标 二维的 这三维的 Laplace equation 是这个 那如果电位 是跟三个坐标都有关系 就是说 V里面是 X 跟V 是XYZ的函数 通通是XYZ的函数 那么这个很难解 你这个都是 都Partial Derivative 很难解 我们现在只针对一种 方法 就是说 假如 这个V 它是XYZ的函数 如果它有这个关系 就是说 它分别是 三个函数 X 它只是X坐标的函数 Y 只是Y的函数 Z 仅仅是Z的函数 这三个函数的 成绩 它等于这三个函数的 成绩的话 我们可以解 如果不是这三个函数的 成绩 没办法解 没办法解 就是没办法解 那我们就是 写这个 你能解的 来解 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V 用这个带 三个带进去 你带到这里头去 它对X做偏微分 YZ就是当常数 你带到这个地方 你带到这个地方 Y是变数 XZ是常数 提出来 这个地方是 XY是常数 是对Z做偏微分 就变成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式子 通通用X乘Y乘Z来除 这个除每一项 第一项就变成这个 第二项一除就变成这个 第三项只有这个 那么我们就看 变成这个有个好处 变成这样子的形态 有个好处就是 这一项仅仅是X的函数 这一项仅仅是Y的函数 这一项仅仅是Z的函数 那这三个 就是它跟它无关 它跟其他两个无关 它也跟其他两个无关 它也跟其他两个无关 那三个没有关系的东西 你加起来 就三个都是三个坐标 三个坐标彼此风马牛不相干 那加起来怎么会是零呢 如果它是X的函数 它只是Y的函数 最后解出来 这个只是Z的函数 你怎么可能加起来是零呢 只有一种可能 比如说这一项 因为你积分两次 它有常数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一项仅仅是一个常数 等于常数 这一项也是常数 这一项也是常数 三个都跟这个 都跟XYZ没关系 那三个常数加起来 可以等于零 只有这个才会等于零 那就说我们假定 它是等于这个常数 这一项是等于这个常数 这一项等于这个常数 然后这三项加起来 就是等于这三个常数 加起来 等于零 那么这个常数呢 这个一定是 这一定是 时数了 这个写错了 始终这个为时数 那么KXKYKZ 可以是 虚数 可以是虚数 可以 可以时数也可以是虚数 这个 这个一定是一个 时数 等于等我看看上面 漏着一个 那么这三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式子写成这样 把这个 撑过来 那这个就是什么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个形态 好 记得这三个 变成这样子 那么三个常数 加起来等于零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解这个 大X 等于什么 大Y 等于什么 大Z 这个函数等于什么 解出来以后 大X 乘大Y 乘大Z 就是Potential 那你要解的话 我们就一个一个解 你这外面看起来 一看起来好像这两个都 是三个都一样 其实它三个 要看看 这个常数是什么常数 来决定 决定 决定我们要 怎么解 比如说我们现在解这个 解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解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解 要看这个东西 看这个常数是什么而定 如果K是零的话 KX是零的话 那就是这个是零 那就变成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的话 积分两次就出来了 它就是这个东西 再来 如果KX等于K 这是时数 那么KX平方 就是正值 正值 这个是正值的话 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很熟嘛 它等于K 它的平方就是K平 这个以前我们 在学普通物理的时候 就很简 就学过 这是Simple Harmonical Motion 它的一个微分方程 这是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解 你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用Exponential来带 也可以用Sine Cosine 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这是它的解 你看形象你可以用这个 也可以用这个 等于等于我们再讲 等于我们再讲Exponential 跟Sine Cosine之间的关系 如果K是K是JK 那么KX平方就是负K了 它就是一个负值 如果这是一个负的话 这种的微分方程 它的Solution 你可以写成Exponential 不过这个Exponential 不过这个Exponential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指数是虚数 JKX 这个就是实数KX 也可以把它写成双曲线函数 Hyperbolic Sin KX 跟Hyperbolic Cosine KX 底下就是要介绍 Exponential指数是虚数的时候 它跟Sine Cosine有什么关系 你看这个如果用正的话 它就是Cosine KX加上J3KX 它是负的话 就等Cosine KX减到J3KX 那这个如果不是虚数 是实数 那就是用双曲线函数 反过来 Cosine KX 由这两个你可以解出来 它的二分之一 Exponential KX 加上Exponential VKX Sine KX 等于二分之一 JKX FUKX 这个将来在电磁波里面 用得很多 所以你在家里头 要把它用手 你做题目的时候 把它用手 然后hyperbolic cosine kx 就是二分之一 这个exponential的指数都是时数 好 我们知道这个了 我们就可以来看题目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看例题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图里面 有三个导体平面 在Z轴都是无线长 这个跟这个 Z轴都是无线长 这构成一体的 这个电位都维持在 V等于零 另外有一个导体 Z也是前后延伸到无线长 电位让它维持在 V0 那这个导体跟这个导体之间 有一个小细缝 绝缘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一共四个导体 围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举形的一个空间 前后延伸到无穷远 问这个当中 任何一点的电位函数 是什么 电位函数是什么 那我们 像这种问题 你只好用 Laplace equation 看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用什么 用迪卡尔坐标 迪卡尔坐标的 Laplace equation 等于零 然后再看它给我们的边界条件 你看它这个potential 它这个potential 这个是V等于零 但是你延伸到Z 不管是正无限远 还是负无限远 通常是V0 它跟Z没有关系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XY 这个是Y平面 Y平面上面 V等于零 它跟Z没有关系 但是你这个电位跟X有关系 你在这里跟这里又不一样 所以你X不一样的时候 V还是不一样 所以它V一直跟什么 跟X有关 还有跟Y有关 你看到没有 V等于零跟Y等于B 又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potential 仅仅是X跟Y坐标的函数 与Z无关 因此Laplace equation 就变成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用分离变数法 来做这个问题 我们就令 V原来是XY的坐标的函数 我们就令它是分别是X坐标跟Y函数坐标的两个函数 XY是它的函数的乘积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就变成这样子 因为这个对X做偏微分 Y就是常数 这个对Y做偏微分 X就是常数 然后再被X乘Y来除 就化成这种式子 那我们说这一项只跟X有关 这一项仅仅跟Y有关 这两项对坐标来说它们没有关系 但是它加起来很等于零 那就表示 是两个都等于某一个常数 一个正一个负 加加是零 所以我们说 每一项都要等于一个常数 那我们就令第一项是这个常数 第二项是这个常数 那么于是这个微分方程 就可以化成 这个两个微分方程 然后这个常数 KX平方加KY平方要等于零 两个常数之间有这个关系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解 解X跟解Y 大X解大Y 解出来带到potential V里面去 就得到potential函数 就得到potential函数 好 解这个 那现在 写这个式子 KX平方 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呀 你怎么决定呢 怎么决定 用了plus equation 就是这一点很难 你必须要电子学 你基础的电子学 要很好 你才会判断得出来 所以解这个方程 第一个考虑 X平方要什么值 好 那么我们就看 你从它给我们的条件里面来判断 X函数 它应该是何种形式 它实实在在是什么样子不知道 但是它的大概的形式 我们可以判定出来 比如说这个 这是X轴 它现在给我们什么呢 X等于0的时候是V0 X等于A的时候 是V等于0 所以这个当中的电位 是从V0 然后一直降到V等于0 那可见在这个当中的电位 它实际一种下降的趋势 下降的趋势 既然是下降的趋势 那我们就说 你要什么样的一个解 才会是一种下降的趋势呢 那它就是要用Exponential 它的指数 是时数 才会是一种下降 比如说Exponential 负Kx 那X越大 那这个数就越小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X函数应该是这种形态 它不断地下降 如果是这种形态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 你这个地方的Kx 一定要是负K平方才可以 那也就是说 它的指应该是等于JK的平方 就等于负K平方 于是就把这个式子 我们就说Kx平方 要等于负K平方 带进去 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 它的Solution就是这个式子 A1 Exponential Kx四方 加上B1 Exponential 负Kx 我们知道这个 应该是下降的 我们两个都写出来没关系 现在再看Y方向 又要判断 Ky平方一个 你可以用判断 判断怎么判断呢 比如说 Y等于0的时候 V等于0 Y等于B的时候 V等于0 那么在这个当中Y呢 也不是0 也不是B呢 它不是0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 电位从这里 是V0一直降到这里吗 降到这里小心 这个当中不是0啊 所以它是 这两个边界是0 但当中不一定是0 那么它就可能是一种什么 震荡的函数 震荡的函数 两边是0 当中可能是震 可能是负 于是我们说 这就是一种震荡的形式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 harmonic harmonic oscillation 这种函数 那么 这就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可能是这个 这个也可以写成sine cos sine cos 那就是表示这个当中 两边可能是0 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 它是一种邪正形态 所以这个ky平方呢 就应该等于正k平方 它要用正的 那是不是k平方呢 还是另外一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判断 你刚刚不是已经用过这个式子 kx 是等于负k 负k平方吗 所以ky 就等于正k平方 kx 刚刚我们不是说 它等于负k平方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用k平方 k平方 那么 这样的一个式子 它的solution 你可以用exponential表示 也可以用cos函数来表示 那么 这里都是c1、d1 是你用exponential表示的时候 它的常数 你用a1、b1 是你用sin、cos来表示的时候 它的常数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vPotential写出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说 x是这种 函数是这样子 y我们刚刚得的是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那我们就得 vx a1、b1、b1、a2、b2还有k 这五个常数 这五个常数 那这五个常数 我们可以用边界条件来决定 跟边界条件决定 那我们现在把原来的图画出来 我们要看边界 我们要看边界值 边界值 x等于a的时候 在这里 不管你的y等于什么 a在这里 a在这里 x等于a 它是0 当x等于0的时候 不管你的y等于什么 它都是v0 这就是它的边界 边界条件 好 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带 当vx y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式子呢 就是y等于0 这个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它就是这一下 存在后面这一下 它要很等于0 这是很等于0 我们知道这个 x可以是任意值 就是这个当中的任意值 它不见得都是0 但是不管你 你这个是不是0 这个式子一定是0 那一定是这一项等于0 这一项里面 y的值 可以是这个值 就是这里 0到b都可以 但是 k是一个定值 你这个不见得 你这个不见得 y从0变到b 不见得 这个都是0 可能有的是0 但不一定都是0 但很等于0 那就是一定要 b2这个常数等于0 所以说你不可以有这一项就对了 不可以有这一项 于是 vxy 就等于这个 现在只剩下这一项了 只剩这一项了 那我们再把它 a2乘到前面去 a1 a2 我们就令它等于a b1 b1 a2 就令它等于b 于是这个函数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用了一个边界条件 再用第二个 用哪个 用这个 当x等于a x等于a y x等于a x等于a 就是这个地方 不管你的y等于什么 它都是0 这是横等于0 横等于0的话 那就表示是什么 因为你的y ky 不见得永远都是0 不见得永远是0 可能有的y 会使得3ky等于0 但不是每一个y都会令它等于0 那一定是这个常数 要等于0 这个常数等于0的话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b跟a有这个关系 b跟a有这个关系 所以这两个常数就 化成一个常数了 那我们再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 就是a b等于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a提出来 再把exponential-k a次方也提出来 那这个就变成 那这个就变成 exponential-kx 乘上exponential-kx 就化成这个 那这个就变成 这两个相乘 就变成 负kx-a 那这两个呢 我们可以用hyperbolic sign来表示 它都是两倍的 hyperbolic sign kx-a kx-a 乘上sin kx 那我们再把这个都是常数 化成简单一点来 变成c常数 所以vx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再来 再把这个常数 这个边界条件带进去 就是y等于b 你不管x在哪里 它的定位都是0 对不对 就是这个横等于0 这横等于0的话 我们知道 你x 可以等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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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见得都等于a 所以 c常数不是0 这个也不是0 它要横等于0的话 那一定是sin kb要等于0 kb要等于0 这个都不是0 那横等于0 一定是它等于0 这个等于0 那就表示kb k要等于5的n倍 n等于1 2 3 4 5 6的 所以k就等于n pi over b 我们解除k来了 然后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所以它就变成c 所以它就变成c k x-a 然后这个是原来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 k用这个带 k用这个带 但因为啊 现在的这个 常数跟n有关 n等于1 n等于2 n等于3 但是这个常数呢 你n等于1的时候 跟n等于2的时候 这个常数不见得相等啊 所以我们常数 也把它写成跟n有关 所以你n等于1的时候 常数是c1 n等于2的时候 常数是c2 那么它的potential 也是跟这个有关 所以它potential 有好几个可能啊 n等于1是什么potential n等于2是什么potential 那我们就说 这个vxy是等于这个值 那现在这里还有一个cn 不知道啊 cn不知道 cn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怎么求它呢 好 我们说 就是说这个节啊 可以满足我们三个边界条件 这个跟这个 可以满足 就是由这三个 满足这三个条件得出来的嘛 但是它不满足这个 但是它不满足这个 就是说你x等于0的时候 这个不等于v0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y是任意值的时候 它不等于v0啊 这个只能满足这三个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们说 你这一项就说 这个vn就说 n或者等于1 n或者等于2 n或者等于3 就是不管你n等于多少 就是一个值 一个整数值 不能满足这个 只能满足这个 那我说 那我说 假如 我举好多像 若干像 就v 比如说 v1 加v5 加v7 等等加起来 它可以满足这个 说不定 所以我们就 说 这个式子里头 本来这个都是单一项 n为某一种 定值的时候 它不能够满足 这个边界条件 但是当n等于 不是所有整数 就是某些整数 定位加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等于边界条件 那么我们就 不晓得哪几项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 n 当作是 把所有的项都加起来 n等于1到无穷大 都加起来 我们现在要看 到底哪几项 取哪几项 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那现在我们怎么决定说 你这个 n是多少 c就出来 n也顺便出来 那我们就说 你这个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对不对 那我就 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式子 当x等于0的时候 当x等于0的时候 带进去 x等于0 这就是符号拿出来就变成这个 承上这个 要等于v0 它要等于v0 现在是所有的项 但不一定 要看这个到底是 等于多少 拿几项 加起来 这个是当y 介于0跟b之间 y介于0 你现在决定这个怎么办 这个我们就要用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你现在要 要学 要解除cn值 要用以下的技巧 你这里要多下一段功夫 因为以下都要用这个技巧 如果这个等于v0 我要决定cn 怎么办呢 我就两端 因为这里有sine 我就乘上一个 sine mπ 这是mπ m呢 也是常数 也是123456 我乘上这个 然后再积分 你看这一项 我乘上这个东西 再积分 dy gy嘛 y从0到d v从0到b 因为它是介于0跟b之间 那右边也是乘这个 也对y来积分 现在你要学会这个 你看sine nπ 乘上sine mπ 0到b dy积分 它是等于这个值 是 假如 n不等于m n不等于m 这个就是0 如果n等于m 但是它不等于0 那这个积分 那这个积分就是 二分之b 你可以在家里积看看 这很简单 这是sine 积看看 以后就套这个公司就好了 你把这个公司 要记熟一点 就是你做很多题目以后 你大概就知道 要查这个东西 你如果遇到考试 你就把这个记一记 那么右端呢 这个积分 你也回去记看看 这是常数 这个积分 如果m是积数的话 积出来就是这个值 m如果是偶数 积分就是0 这个要常 这个以后 这个在迪卡尔坐标里头 常用的这个 记住啊 那我们把这两个 分别带到 等式的两端里面去 等式的两端 那么带进去以后 你看 这不是cnsine 负cn这个吗 这个是说 当n 等于m 就是你乘进去的 是某一个值 某一个值 它不是代表所有的值 它可能是所有值 但是你带进去就是一个值 如果n等于m的话 它是二分子b 那因此你这个n呢 这个n的都要变成m 这个summation就没有了 因为其他项都是0的嘛 其他项n不等于m嘛 只有这一项 所以这个值就等于这个 这个n等于怎么会写 大乘减到这个 m等于13579 这是等于 这是等于 就是说 你这一边 这一边 乘上 就这个值 是二分子b 就是二分子b 负的 sine这个还在 那这个 乘上这个 就等于 等于二分子b 这个是零了 其他项都是零了 那这一边呢 那n一定要等于m嘛 可是m呢 一定要奇数才可以 偶数就不行 奇数是这个 因此 它就等于这个值 但是现在的m嘛 必须是奇数 必须是奇数 所以从这里 就可以解除 cm 就是减啊 怎么搞的 好 cn就等于cm 你把这个东西 除过来嘛 就等于 二乘二等于四嘛 v0 b跟b约掉了 4mπ hyperbolic 这个sin mπ overb乘A m等于13579 如果是2680 这个就是零了 就没有这一项 就对了 你cn求出来了 对不对 那我就把它带回 这个式子 现在cn是等于这个 out number 整数 所以定位函数就是等于 四π 等于这个 然后 称上这个 那m是等于什么呢 act number 这里头 这应该是 我们就写成n了 因为n等于m 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n才对 n 其实我们把这个m又改回n n就等于 这个值 ok 那么 v是这个值嘛 对不对 v等于这个 那现在cm 求出来是这个东西 所以它就是 4 4 4 v0 overπ拿出来 m 放在里面 这个 这可能写错 这是m的样子 看看 π拿出来了 这应该是m才对 m 上一这个 这个东西 mπ这个 再称上这一项 这个是m 这不是x 这是m 写错了 这是m 好 这就是 我们要求的potential difference 这个里头的x 介于0跟a之间 y是介于0跟b之间 ok 这个x是m 打的是又打错 好 那么 底下是一些 常用的 这些积分 这些积分 ok 那么我们看了 那么我们看了 满足以上的积分 就是你看 这是coscos sin 它就有这个值 ok 就是满足这个 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m不管你多少 只要它不相等 就是0 相等 就是这个 因此 组成的 组成的是一个 正交的函数 这个积分 你要这个表留在这里 以后你做习题的时候 常常用一用 那以后我们这个积分表上面都可以查得到的 好 我们底下证明这个 好 就这个 就这个 我们不是常用这个吗 sin cos 都一样啊 不相等就是0 相等 就等二分之一 这个证明看看 你看这个积这个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用计划和 等于二分之一cos 这两相之和 然后这个分别积分 这个积分 你要这里要乘上m加n omega Omega0 你就除一个这个 是这个 它从负二分之一到正二分之一 你这个积分要 t最前面要乘m-n乘omega0 是这个 好 你把这个两个t带进去 要记住啊 Omega0 就是Omega全t t是一个周期的时间 等于二分之π 这个带进去 三下线带进去 就是这个 最后等于0了 你看 这个等于0 你看 这都是0 对不对 这是m不等于n的时候 当m等于n的时候呢 又等于0的话 m等于n不等于0 我写错了 我写错了 这是不等于0 这是有个不等 不等于0 那就是扩散平方 扩散平方 我们化成背角 化成背角就变成 这个是0 这个积分一定是0 那只剩下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二分之π 减到负二分之π 就是正二分之π 这是不等于0 这不等于0 写错了 好 那么 这个 你们 表留在这里 做参考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OK